假设向量V属于RN 它由N个元素组成 从V1V2一直到VN 我们之前接触过这个概念 但在学过矩正转质的概念后 既然可以求矩正的转质 那没有什么理由不可以求一个向量的转质 或者一个列向量的转质 V是怎样的呢 假设它是一个N乘1矩正 有N行和一列 然后我们会得到什么 转质之后我们会得到一个 1乘N矩正 这一列变成一行 让它等于V1V2一直到VN 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的很多矩正当中 接触过这个 假设有某个矩正A 我们称之为行航向量 它是某些列向量的转质矩正 A1转质 A2转质 一直到AN转质 事实上在极端视频之前 也出现过那些航向量 我本可以称之为列向量的转质 就像这样 某种程度上那是一个更好的解题方式 因为我们已经对列向量的运算方法做了定义 所以通常你可以提起转质的转质 然后对其进行运算 但无论如何不要扯得太远 想一下当你处理这个向量 对这个向量和其他向量进行些运算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假设有另一个向量W 同样属于RN 其中有W1W2一直到WN 其中的一些东西 是我们十分熟悉的 对V和W进行点乘 V点乘W等于什么呢 等于V1乘W1加V2乘W2 一直加到VN乘WN 这就是两个列向量的点乘机的定义了 怎样才能将这个和转质的V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用V转质 这样子写 我所做的是矩阵乘法运算 V1V2一直到VN 这个是V的转质 用来求V转质和W的点乘机 由于有W1W2一直到WN 如果仅仅将其看成是矩阵 这个是W 如果我讲这些看成矩阵 这个矩阵成绩被正确定义了吗 这里是一个N乘1矩阵 这里是不好意思 这里首先是一个1乘N矩阵 因为有1行和N列 而这里我有一个N乘1矩阵 因为它有N行和1列 这样就是比较好的定义了 这里有相同的列向量 由于在这里有列 最后得到一个1乘1的矩阵 接下去这个会是什么样子 就等于V1乘1W1 让我这样写 V1乘W1加V2乘W2 那只有一项 可以将其写成这个样子的 1乘1矩阵 让我做做看 1乘1矩阵是这样的 V1乘W1加V2乘W2 我把V2写在这那里 一直加到VN乘WN 结果将会怎样 就是这个样子的1乘1矩阵了 但你可以留意到 这两个东西是相等的 可以说V乘W2乘W2乘W2 就等于W乘V 这就等于V点乘W 让我在这里再写一次 V乘W等同于V转置 用V转置乘上W 就是一个矩阵成绩 如果你将V看成一个矩阵 求其转置矩阵阵 然后用那个矩阵 去求它的W的成绩 就是V乘W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收获 我想你可以直接 更直接的说 我们此前提到过的 当我们定义矩阵 矩阵成绩的时候 我说过 所求的是每一行 和每一列的点乘机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那就是每一行 和每一列的 转置矩阵的点乘机 相信大家已经 大致明白了意思 看看我们能否 更深入地探究一下 假设有矩阵A 先将之前得出的 结果写在这儿 让我挑一个好颜色 假设有矩阵A 一个M乘N矩阵 如果用A乘上向量X 我将用向量X与之相乘 假设X属于 让我这样写 X属于RN 其中有N个元素 换一种方法来看的话 那是一个N乘1矩阵 当我求这个东西乘机的时候 会得到什么呢 换种说法 向量AX是什么 求这个乘机的时候 我将会得到另一个向量 这等于什么呢 就是一个M乘1向量 我们可以说AX属于RM 其中有M个元素 对吧 如果它等于 如果你说AX等于 假设它等于Z 那Z就会有M个元素 就会有Z1Z2 一直到ZM 因为在A中有M行 然后只有E 可以说这是M乘N 这个是N乘1 求出的成绩就是M乘1矩阵 或者说就是一个属于RM的向量 其中有M个元素 如果属于RM的向量 那么将其乘以RM中 另一个元素就十分好定义了 假设另一个属于RM的元素 假如它是向量Y 假设向量Y属于RM 当你求成绩的时候 所得出的向量AX 就会有M个元素 这就有M个元素 所以点成绩的概念 就十分好定义了 让我这样写 你可以写 你可以用AX 那是一个向量 现在我们将其与这个向量相乘 就会得到一个数字 我们取个字的向 然后乘上相应的向 再将其相加 就会得到它们的点成绩 但这个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利用在这个视频初段 所求出的结果 利用这个结果 就是两个矩阵的点成绩 或者就是两个向量的点成绩 就等于作为某种向量的 第一个向量的转置 大家可以将其看成AX转置 就是M乘1 这个也是M乘1 所以这是一个E乘M的矩阵 现在用E乘Y矩阵乘以Y 就像这样 这个东西会等于什么呢 正如在一会儿前看到的 在前两三段视频中看到的 如果两个矩阵的成绩 求其转置矩阵 等于交换位置后 转置矩阵的成绩 只需要将原来的顺序调换 然后分别求转置矩阵就可 这就等于紫色的那一部分 等于X转置乘以A转置 再乘以Y 这就是矩阵的成绩 这些未必是向量运算 我们只是将这些向量看成矩阵 当然我们把矩阵看成矩阵 这个等于什么呢 我们知道矩阵的成绩是结合的 在这里放一个括号 现在在这里到这里放一个括号 可以说这个等于X转置乘以 这两个矩阵比此相乘的G 这是一个向量 可以将其写成一个M乘一矩阵 A转置乘Y 就会这样的 想一下A转置乘Y是什么 让我想一想 A转置A是M乘N的 A转置是什么 A转置是一个N乘M矩阵对吧 将会是一个M乘N矩阵 所以这是一个m乘n矩阵 向上y又会等于什么呢 这是一个m乘1矩阵 在求乘积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一个n乘1矩阵 你可以将这个想象成rn中的元素 这是rn中的元素 整个乘积就是属于rn的相量 这已经被很好的定义了 因为这是一个n乘n向量 现在让我们回到横等式 我们用一些转制向上乘以其他一些向量 它们拥有共同的 大家可以说这个有很多水平的向 而这个有很多垂直的向 那么这些等于什么 运用横等式 这就等于在这个粒子中的x 而不是x转制 这就等于x乘上 记住 我们不求x转制 大家可以这样看 点乘a转制y 这是一个十分整齐的结果 得到这个等于那个 可以改变这个结合率 尽管我们必须稍微改变一下次序 然后求转制矩阵 让我这样改写 方便大家记住结果 就在视频中的两个重要结果 我在这里重新写一下 v乘下来 v乘w等于 v转制乘w乘积 假如我有一个矩阵 如果这个矩阵向量成绩被明确定义 而成绩也被明确定义的话 我用ax乘y 就等于x乘以 与另一个向量放在一起 a转制乘y 这是一个有用的结果 有用的成果 是往后在线性代数学习中的一个基础 是往后在线性代数学习中的一个基础 分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网络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